当我开局还在思考今晚吃啥的时候 一旁的队友直接让我瞪大双眼 来自于赛榜S1的先知 简直是让我抱到了大腿 同时出现的S77球手 让我这样一个小破牌律师压力山大 进入选点环节 很难想象这局的监管是一个怎样强大的玩家 咱们率先锁定医院等待比赛开始 看到先知选在了咱们右边 真是感动落泪 竟然以身为耳帮咱们抗住监管选点压力 开局率先打开地图 观察一下监管是谁 确认监管是女巫后 立刻给队友发送信号 让其注意四周 作为律师 咱们要率先离开中场 因为女巫是其控场类监管 很大概率会先干扰队友 紧接再回来寻找我们 第一寄生目标为先知 时刻观察左上角 是否有女巫现身图标 女巫标志刚亮起 说明本体刚到附近范围 先拉开看其信徒 是不是向我们前进 确认在追击哭丑 但要小心四周 毕竟咱们是整个团队中 最容易被抓到的求生 看到两个信徒都在中场 目前电机只有我和机球在修 女巫是不可能让我们非常安静地修机的 哭丑发送信号 同时先知在驱除信徒 观察信徒已经赶来 赶紧拉点逃离中场 距离太近 但女巫在操纵本体 立刻下板躲过一截 本体狗咬到了咱们 那这一刀吃完必须拉点 跑得越远越好 打开地图 看一下队友位置 防止牵制时干扰到队友电机 本体在不断地跟进 咱们发送信号 告诉一下队友 监管追击目标 该下板下板 双信徒很大概率 要开始包夹进攻 更何况信徒手中还有狗 拉点出去 躲过一次小包夹 本体信徒 开始扔狗追击 看狗走向 尽量规避 别被咬到 机球哥哥一颗球 打断了监管满狗 将咱们盘活 翻窗加速跟随机球脚步 前往中场 又一球击退 真是想嫁给他 发现本体又过来 而这个点位 走到最近板区 估计也要倒地了 接下来就交给队友 来救咱们了 机球将寄生信徒骗走 哭手成功过来 将咱们救下 趁此时机 往前方窗口拉点 好蹭窗弹进废墟 同时将自身信徒 拉过来 被狗咬到 用交付卡狗 看看能否死里逃生 两信徒都过来 估计要倒了 先知的鸟真是太帅了 本体闪现开刀击倒咱们 此刻电机仅剩一台 还有机会争四人开门站 直接救下咱们 这局三个大神太帅了 下个板子 给机球乐呵乐呵 吃刀电机亮起 四人开门站开始 女巫在开门站而言 还是有一站之力的 所以开门站 不能着急打 要慢点来 机身信徒手中有闪 本体信徒无闪 在控场大门 吃闪和机身倒地 机球过来摸血 女巫本体赶来下达机身后 并未着急挂起 趁其不备 拉入前方废墟 板子拳下 保证自身安全 不让信徒出去 担扰队友 慢翻等死 女巫知道 咱们教了自己 不会上挂出去 追击机球 最终 哭丑哥哥前来摸血 成功三跑